2022年第39天 纽约餐馆周还没结束 这椅子是给我坐着等 虽然是要订了未才来 但是我提前 先来拍照片 这是他们的酒吧 上次那个short 因为没有超过一分钟 东西也没蹲上来 所以今天要补充一些 上次你们没看到吃的 只是看到外面的风景 本人太爱吃生蚝了 所以另外付钱的 但是也很便宜 比平常便宜了 如果在餐馆周那个special 只有四只当然是不够了 所以多叫了 它这个short是跟别人不同的 好好吃 我都是通常利用 那个餐馆周的特件 然后先吃 如果我喜欢的话 我会再回头 然后不是吃那个餐馆周的special 因为这样子我选择多一点 这个沙门鱼的皮好香好脆 好喜欢 不过很小 你知道吃不饱的 所以我叫了那个马铃薯 另外给8块钱 洗手间门外的长长椅子 这另外一边是露天用餐区 可以看河景 这个就是在之前拍的 因为那时候夏天拍得清楚一点 今天来清理 影片的时候才发现 我上次漏了这一段 怪不得我上次上传了只有一分钟 我印象中我拍的是时间较长一点点 看看他们天天吃一样的东西 都这么好吃 我也很羡慕 没有我们人的烦恼 每天都在想 今天早吃什么 午餐是什么 晚餐是什么 烦呢 冰箱所剩的东西也选择不多了 我今天晚上会煮麻婆豆腐 再炒一个菜就算了 简单 明天去曼哈顿吃好的东西 今天很冷又大风 谢谢各位的观看 谢谢各位的观看 谢谢各位的观看